她来了她来了 首先从角色上就不是那么符合 赵雅芝饰演的长公主 是张子怡的母亲 与余和韦氏夫妻 很多观众吐槽她们家 这乱七八糟的 差倍差太严重了 妈妈能当爸爸小姨 爸爸能当闺女大哥 然后哥哥看起来像弟弟 演员都是好演员 就是有点劈差 赵雅芝在这部剧里面 无论是造型还是举手投足 都是一副白娘子的模样 而且还是白娘子演法 小动作满天飞 一抬手就觉得她要唱歌 再加上配音 这个配音应该配过祖母 太后之类的声音 真的感觉像是张子怡的奶奶 与和韦的妈 开头女主 傅京请罪那边 他爸装着要打她 赵雅芝抬手那动作 就差接一句观人了 都这么多年了 她一直用白娘子方式演戏吗 也有观众表示赵雅芝的表演方式 比较复古 也是她当年的特色吧 这岁数了颜值 还是那么能打其他不挑了 不管是形象 还是状态上看 赵雅芝更像于和韦的妈 根本不像她老婆 两人的对手戏全程 被于和韦吊打 她应该和惠英红 换角色早点下界 让赵雅芝去演打酱油的贵妃 让惠英红来演公主 惠英红和于和韦对手戏 肯定不会跨成那样 不是所有的老演员 都是老气骨 在家当当阔太太不好吗 这极极着急上火的 真的是有点累 动作又多又大 面部没啥动态 只是头在动 看着有点累配音 多少还有点配音腔 找她出来演戏 除了瘸头 其他也挑不出什么优点了吧 作为老演员 赵雅芝的演技 被时可会英红大力碾压 虽然皇后这个人物的操作草点一框 但是时可演得不怒自卫 而且有点疯的感觉 是真不错 那么大的人了 表达情绪 真的就只要面部 有表情就行了 不用屈体疯狂动 就可以的 因此有些网友 也呼吁一些老演员 不能胜任 或者有损演技的作品 就不要参加了 不要晚节不保 但也有人认为 赵雅芝本来就不是 演技咖这一挂的 大家喜欢赵雅芝 并且常提到 他不过是靠着颜值和情怀称道了 现在成为了传奇 没必要 过于严苛了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